李女士很苦恼 因为她的女儿 找了一个非常不靠谱的男朋友 她的恶心太多了 这是人家斗得品德的问题 可是女儿张女士却认为 男友很宠爱自己 她跟我一起 什么事情都愿意为我去做 女儿对男友爱得死去活来 为了真爱 她甚至搬去和男友同居 母亲拉都拉不回来 母亲要棒打鸳鸯 而女儿却偏偏叛逆对抗 为了这个男友 母女俩频繁发生冲突 常常闹得不可收场 我们两个人车皮打下来了 又报警 又报要应 我们都到了个派系组里面 一个在母亲看来浑身恶习 人品极差的男人 为什么在女儿眼里 却散发着异议星光呢 女儿的这个男友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她是否有着两副面孔 而对于女儿的恋情 观察员又为何给出 这样的提醒 非常像我们小的时候 看过的爱情小说 满足了你对爱情的想象吗 不是的 它不是爱情 最终 女儿的这个男友 能否得到母亲的认可 母女俩的恩怨 又能否一一化解 欢迎收看金牌调解 难比登天的认可 上集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 北陈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母女 是女儿张女士和母亲李女士 两位先说说 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这两三年吧 只有一提起来 交了这个男朋友的事情 她就不认我 我希望她能认可 我男朋友对我的付出 李女士 你今天来这里 你的诉求是什么 我的诉求 就是希望把她的心结打开吧 她总是息事顶礼地恨我 骂我 她的男朋友 不接受的原因 也是有几点的 她自己心里是有受的 因为她恶心太多了 她的终身托付她 我是不放心的 从母女俩的诉求来看 矛盾的焦点在女儿的男朋友身上 话说三年前 离异多年 且独自抚养幼女的张女士 谈了一个男朋友 两人感情发展迅速 张女士欢天喜地 带着男友回家 希望得到父母的祝福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 初次见面 母亲就直接摇起了头 那么 李女士对女儿的男友 究竟有何不满呢 第一次带到家里面 来的时候 我妈妈就不喜欢她 说看她那个样子 就是属于蛮狠的 一看就不像好人 第一次带我们家去 那个人长相是 很凶声窝杀的样子 不费这人 人情似乎不懂 第一次 当我们家过年 她给我们家生子个300 我是给她牵她的 你是觉得这300块钱少了 第一次过年 肯定是300块钱是少的 多少是合适的 800至1000是合适的 为什么你给300 为什么我打败你1000呢 她如果说是给1000块钱 我生子 我必定会给2000她 我是加倍地给她的 不尊重人 你对我的生子怎么样 我才尊重你 是不是 给300块钱怎么了 为什么觉得非要给很多钱呢 她只给了你300 你愿意给她1000 那是你的事情啊 我也带了有个女儿 我带着我的女儿 到他们家去的时候 他们家的妈妈给我的女儿 还有他们家的两个外甥 都是给她300 我觉得没有意见 红包给多给少 没有什么一个定数 没有规定说 必须给多少钱 我觉得我妈妈这个人 太喜欢计较了 她在他们家的心里 在她的心里 是没有分量的 她是不能喝酒的 喝完酒了之后 整个身上全部是红的 全部都红了 她是很不舒服的 她当时是想让我打的 但是我不会打牌 就让她去打了 就后面就出了这个事情 我妹妹说 姐姐这就是你不会做人了 她说如果是我们家小宵 要是你赢了爸爸 弟弟的钱的话 肯定会退回去的 一家人的话 我觉得不应该 她结交这些东西 李女士认为 女儿的男友不懂人情世故 她不尊重女方家庭 其实就是不重视女儿 所以她对女儿这个男友 很不满意 可即便如此 张女士也坚决要和男友在一起 因为我直接要跟她在一起 所以我妈妈后面 她也同意了 而且两个月后 张女士迅速搬去了男友家 开始了同居生活 我已经搬到人家家里面住了 她就总在跟我说 结果搬回来 搬回来 别人家以后说得很没面子的 特别不错 你没打结婚证 没有敲那打结你的话 你到别人家去 别人是不尊重你 别人说你不矜持是不是 李女士劝告女儿 未婚同居 会被婆家轻视 将来会吃亏 奈何女儿一意孤行 结果不出母亲所料 没多久 女儿就在男友家 吃了大苦头 还没结婚之前 说打架 家暴 第一次家暴 她是打电话 她说我两个 你打她 我心里在敌血了 我是要维护的 我说你回来 把结婚来 我到他们家去 我到他们家那一次 我是第一次到男朋友家去 她是没尊重我的 我等了几个小时 他们家没人来 没人来接我 我公司不想到房子在哪里 男朋友把她的手机 已经控制了 她跟她到他们家住了几个月 那个男孩是控制她 她从来不让她出去 她是她帮着送去 回去她这个街 她是控制她 不让她与外格 态度接受 我联系不上 没办法 等几个小时才能来接我 我过去 她那个男朋友 她从楼上像个油一样 一挖下来 我上去 她下来不理我 她就说 一手我不该来的 就自己溜走了 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 抽出那打第一次 我心中死了 我永远是不可能将她 进我的门的 我搬到他们家去了 一个多月之后 然后我们两个人 因为一些事情有争吵 刚开始的时候 她会对她自喜自残 可能是吓唬我吧 第一次对我动手的话 应该是4月1号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 车皮打起来了 我就给我妈妈打电话了 然后我妈妈就 要把我接回去 妈妈刚刚说的那一段 你都知道吗 这个我知道 不重视我妈妈 后来我们也在那收拾东西 是说今天要搬走的 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候 我妈妈也就跟我妈妈说 叫我妈妈先回去 他下午的时候再送我过去 结果我等我妈妈走了之后 他就跟我说好话 我又心软流下来了 写了个保证书吧 保证以后不会对我动手 你看到了吗 保证没用 我不相信 我跟他哭 跟他吓鬼了 他都不回来 我说你万一不回来 可以 在你打架打死 你不打电话 他罗里又打了五次 又打了五次架 他不说 又发生了打架 发生了他 第一次不是六次吗 又打第七次 他打得很厉害 打电话 也是把他的手机 又也很无事了 不忘了跟外国联系 他打第七次 我姑娘 把外甥的手机 跟我打电话 说他打他 打他很厉害 中间的五次 我是不知道的 到第七次 他确认是还是跟我说 他觉得是到他家里 顾不下去了 这个家暴太严重了 我过去把他接回来 你当时去的时候 看到女儿 在那边是个什么情形 哭啊 人生都是伤啊 伤出累累啊 那个男朋友就跑了 打你 我在地球 我是来保护我女儿的 你怎么欺失地 你骂我 我还在保护你 是不是的 我不管你怎么恨我是不是 捐救我是非法结婚去的 是不是 他不肯 不肯出来啊 那个男孩子 把他手机拿走 他去找的男孩子 把他找他了 找他又把他 又一找 把他头打破了 那一次 哎呦 别说去 说他头是疼的 我怎么能结束呢 江女士 妈妈说的那五次 你都没有告诉妈妈 我不敢告诉我妈妈 第一 我不想让我妈妈担心 第二 我也不想让她觉得 这个事情又发生了 然后 更加不同意我们 扎抱和扯皮的话 他手重一点 我身上会轻会紫 但是没有特别严重的伤 这都不叫家巴 要把他打成就是家巴 把他打得头破 先扭这些家巴 是吧 我才把他结婚了 他不肯 女儿被男友打了这么多次 居然还不肯离开他 李女士气炸了 真是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当天 李女士劝说 女儿回家不成 无奈之下 只好给女儿一点时间 让他先冷静冷静 李女士 自己则来到小区花园里 溜达溜达 顺便再想想 劝女儿回家的办法 而当他溜达到一个小卖部的时候 他特意打听了一下 女儿男友的情况 邻居的话 让激紧的李女士心里一紧 他推断 女儿的这个男友肯定有问题 绝非好人 这也坚定了他 要让女儿和家暴男友分手 把女儿带回家的决心 随即 李女士报了警 控告女儿男友打人 然而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报警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简直震碎了他的三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们的节目在金视频也会同步的直播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金视频的APP 记得点击并且加入到我们金牌调解的社区里边 这样的话不仅可以观看更多的节目 还可以和观察员老师们临距离的互动 好的 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报警警察把他抓去了 我们都到那个派出所去了 结果一去 那个派出所的人一来一看 他是个双管人员 我就赶紧抽身 我们就抽身 他这还在派出所的调查 我就公布他爸爸两个 把那个东西全部从楼上楼下 把所有的东西给他清了 叫个车子 叫个搬运公司的车子 就把他东西拖起走了 拖起走的话 好 一个保险箱 他的保险箱是我2009年买的金银首饰 是八九千块买的 金银首饰是我的 不是他的 好 这个保险箱呢 就一下打开了 保险箱开了 我一看都没东西了 又报警 又报邀远远 结果他派出所 一问男孩子 他自己口球卖了 那这个事啊 判他的刑呢 判他刑结果他只补了八千块钱 我的女儿意思就是说 别人已经居留了 已经坐牢了 又赔了钱 你还想怎么样 叫我还要继续要接受那个人 知道吧 我说不可能 这不是赔钱的问题知道吧 这是人家道德品德的问题 张女士 首饰就是被你男朋友拿走的这个事情 你之前知道吗 不知道 我从来没想过他会拿我里面的东西 如果我知道的话 不会让我妈妈去报警了 他后来已经被判刑了 就是我给他写了谅解书 我还是挺心疼他的 也跟派出所说 测诉 公安机关就不肯测诉 他说这是属于刑事诉讼 我们是属于公安机关 要起诉他们 所以我也无力挽回了 他进去拿11个月 我也挺心疼他的 他父母也挺恨我们的 他说跟我在一起 他儿子会把牢里做成 但是我心疼他 是我自己出于我个人感情 心疼他 如果他要是缺钱 可以跟我说 我不会让他做这样的事情 结果他出来 一会儿都在一起 我觉得他只要能改就可以了 出来之后 他也跟我说 他会好好的工作改过 然后会努力地好好跟我过日子 我相信了 也答应了 傻呗 头脑太简单了呗 我也没办法嘛 我说有他没我 有我去没他 一冲冲冲 他就选他呗 李女士非常无语 女儿的男友家暴 偷窃还有恶习 装装渐渐都犯法了 女儿居然还要不顾一切地 跟他在一起 这明显就是飞蛾扑火 面对这个似乎被洗脑了一样的女儿 李女士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又气又急 然而令他头疼的事情 还远没有结束 后面还发了很多事情 据李女士说 女儿继续和这个男友在一起之后 没多久 就传来了一个令他震惊不已的消息 也正是这个消息 把他和女儿的矛盾 推向了高潮 12月份我怀孕了 然后怀孕了之后 他们家的人是准备要我们结婚 但是我妈妈要20万的彩礼 他们爸爸妈妈只肯出5万块钱彩礼 结果我妈妈不同意 但是我妈妈有一个要求就是 你们家如果要结婚的话 你们家要安排人过来 到我们家来有个说法 结果他们家的人就说 我们家这段时间比较忙 可能到过年了吧 才到我们家来 我妈妈就坚决不同意 就必须让我去把孩子给打了 所以就把孩子打了呀 爸爸妈妈要他 先怀小孩在车证 这是个条件 结果他怀了小孩 他也通知他们家人了 一过室内是吧 又不是很远 开个车只要几十分钟 我说你晚上没时间吗 你可以晚上过来呀 我要把以前的事 跟你后的事是怎么打算 以前做些什么事情是吧 要给一个满意的答复 这是我的态度 你是担心不把这些事情 说清楚女儿的未来更加 更加糟糕 他们家又不是不知道 跟他说了 打小孩的事 你既然家 你们家既然要 小孩要生子是吧 你就应该要了 把这个事情你牵走 他的意思就是拿捏他了 已经是捏住了 又没态度又没说话 我就冤决把打 我妈妈当时就非常坚决的 你要是敢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我就去他们家跳楼 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就是那个男孩子 太没有承担力了 这个孩子生下来 他们家人不会不管的 我妈妈总是认为 他们家人会不管 因为他们家是特别想要孩子的 她和她的前妻离婚了之后 她前妻把孩子带走了 他们家的人也没有说 把孩子要回来 也没有给过生活费用 我妈的意思就是说 你再生一个 他们家也不会管 你是从哪一点看出来 你这个孩子 他们家人一定会负担 他们给了你什么承诺吗 什么承诺 真是气啊 因为她有前妻的 她的前妻生了小孩 过几年打结婚证 那个前妻又转来 到他们家又过了 过了五年没打结婚证 把小孩又带走了 从这里面看到 主要的原因 就是这个男人的问题 第二个原因 就是她爸爸妈妈的问题 对方他们家里面 如果多了一个孩子 他们家人不可能不管的 他们家特别想要孩子 你是把这个赌注 压在了对方的父母身上 对了 父母身上 你们自己有这个能力 先承担自己的生活吗 我的生活我可以承担 对方呢 她也努力在工作 但是就是她赚的钱不多 她赚的钱也会给我 一月份的时候 一千多块钱 二月份的时候 一千多块钱 三月份的时候 有一个四千多 一个三千多 一个六千多 六千多是她真的 最多的一次 把孩子拿掉了之后 她还是要跟我在一起生活 她到底好在哪 你喜欢她什么 其实她在家里面 是什么事情都不用做的 她跟我在一起 什么事情都愿意为我去做 洗衣做饭 她连她父母也没做过 她也没给她前妻孩子都做过 她为我们都做过 还有她挣了钱 她特别开心 比如说那个月 她有八百块钱的奖金 她立马就转给我了 就说要我去买衣服 这些我也跟我妈妈说过 但是我妈妈说 她一个月才能挣多少钱 她才给你多少钱 你看她这个工作 能坚持多久 你让她做一年再说吧 你让她对你好一年之后再说吧 永远都是打击我们 确实是事 结果只做两三个月就不做了 又去找事 我说的话有错吗 你说得还好 人并不是哪一个人 百分之百的是坏的是吧 人都有两面的 也有好的面 也有拐的面 是不是 就在妈妈这里这一点好 真的不够支撑生活 不够支撑 那个恶心是改不了的 在李女士看来 女儿的男友及其家人 对女儿非常不重视 这样的人家坚决不能嫁 但是张女士却一再为男友家说好话 而且一直强调男友对她的好 见此情景 主持人不禁提出一个疑问 张女士男朋友 她对你像你说的那样如果还挺好的话 那你们这个扯皮也好 打架也好 是因为什么呀 的确 张女士口口声声说 男友对她很好 可是男友之前却频繁家暴她 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那么面对质疑 张女士会作何回应呢 她觉得我手机里面还会有前任的照片 我心里面不舒服 她就会跟我吵架 只要一提起来 她就会觉得我拿她再跟别人比吧 你的前任比她 更优秀 她这是个什么鬼人 好像妈妈对那个前任更认可 前任确实是一个好人 是一个国学方面的老师 是个书法老师 也能包容我 对我还是都挺好 最主要是前任 就是她可以守护我一身周全吧 就不珍惜 她自己也跟我说了 我跟着她 不需要我超任何心 收入方面的 还不错 跟她交往了多久 四五年 当她年纪也比我大四多岁吧 就像一个爸爸一样的 我对她挺崇拜的 就是没有爱情 你说你没爱 你怎么到一起过了四五年的 相处得很好 跟她在一起 她没说不爱别人 她说有爱 我问她说有爱 在今次这么个人就说 对她没爱了 但女儿好 她外甥也很好 各方面都买 别人说话都是蚊子彬彬 不像那个人 怎么说 卧席太多了 既然这么好 也相处了四五年 为什么分着手 我们在外面住的时候 她也带学生嘛 我也会跟着她学写字 然后以前的时候 她都会站着我旁边指导我 到后面的话 我就问她 我说我写的怎么样 她看都不看 好好好 就是这种敷衍的 教其他的那个家长的时候 她就会特别认真的去教别人 她说别人是付了钱的 但是我心里面 还是觉得不舒服 她就对我有一些忽视吧 这点的不舒服 和你后面 跟这个男友交往的 那些不舒服相比 把她能接受 把死能接受 你觉得呢 只是幸福 反正我就觉得心里面不舒服 我就觉得她忽视我了 就是不想跟她在一起了 后来也没有联系吗 到现在 后面去年的时候联系过了 后面男孩回来了 不是做了 十一公斤 就是被抓进去的那段时间 没回来之前 她跟那个前男友是有联系的 好了还是说 不好了 整她那个一回来的话 就把她控制了 她就要挖第三次 要把她找到 找到我也跟她说了 我说就是她回来了 你跟她把事情搞清楚 说清楚 分开就分开了 不知道别人说了 说了几句美言 那哄的话又把她哄 又哄了就 那个就没联系了 又跟这个男孩子回去了 是的 气死啊 因为我心疼她 那你前面那个男朋友怎么办 感觉我的日子就过得这么乱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 是你跟这个前男友又再次的分手了 然后又跟后面这个男朋友在一起了吗 现在我是单身一个人 最终她要分开的原因就是因为 她知道我妈妈是坚决不会同意的 她说得不到父母的认可的话 也不会幸福 我说不可能让她进门 没有余地 她总是说是我没财神的 说我不接受别人 天天哄我 我们适不适合在一起 我只是希望我妈妈的认可 她对我还是有付出的 我妈妈永远都不认可 你希望妈妈认可这一部分好 你是希望还能跟她复合吗 有这个想法的 对方有这个意愿吗 对方也觉得跟我在一起挺压抑的 双方家庭都闹得特别僵了 别人对她一直放下来 她放不下别人 偶尔有联系 我联系她 现在的责任就是怪到我身上 你打电话就不得了 就是习是第一的 我没有怪在您的身上 我只是希望您这边 能认可她对我的付出 无奈 她现在说的是不怪 其实心里是怪的 李女士很无奈 优秀且深爱女儿的前男友 女儿不要 非得要一个人品差 恶习多的坏男人 真是糊涂至极 而张女士虽然明知道 自己和男友可能没有未来 但却偏偏要一条道走到黑 她一再强调 希望母亲认可这个男友的付出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对此 观察员们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析呢 小张 第一个 我们家暴是很严重的 不要自己POA自己 这个男人跟我动手了 不是什么大事 这是大事情 这是原则问题 第二个 他对你好 那一点好不叫他对你的付出 你们两个人在谈恋爱 你明白吗 但凡是谈恋爱的两个人 都会对对方好 你想一想 你前面那个男朋友 他对你更好呀 可是你却挑他的问题 而这个男人 你认为这是爱情 是很像爱情跌宕起伏 很刺激 一会儿爆出一个家暴 不尊重你家里人 非常像我们小的时候 看过的爱情小说 满足了你对爱情的想象吗 不是的 它不是爱情 你说你心疼你那个男朋友 他没有把你当人来尊重 你把他当儿子来心疼 你心疼这个男人 你妈妈心疼你 他其实只是嘴硬 你想一想 如果有个男人 以后这样对你女儿 你会怎么样啊 你还会说 没事 他曾经对我女儿好过 我听得很难过 我不能想象 如果我女儿真的会 变成这个样子 我只会比你妈妈更过分 我会不认这个女儿 不要永远惦记着那一点点糖 它就给了你那一点点糖 生活 它是需要长久的 持续的付出和包容 他家暴 好高骛远 并不热爱工作 情绪不稳定 你觉得你能跟他在一起 待多久呢 你知道吗 这件事情跟你的爸爸妈妈 和他的爸爸妈妈 都没有关系 你们两个人分手 只是因为这个男人 你根本就拿捏不住 我们曾经遇到了 一个不好的男人 我们就承认没有关系的 你不要怕 我们只有面对了 自己做过的错误的选择 我们才有可能吸取教训 才有可能更好的生活 我们女人啊 不是一定要摇摆 在某一个男人的旁边 我们是可以在情感上 独立起来的 我们即使没有任何一个 男人的肩膀 来让你依靠 你也要靠自己的肩膀 来支撑你和你的女儿 好不好 女儿反复提到一个点 她说 我真正执着的是 我妈妈应该认可 这个男人对我有所付出 我个人的理解是 如果我们都认同这个男人 对她是有所付出的话 那么我是一个可爱的女孩 我是有价值 我不是总是被别人打压 贬低和不接纳的 这个男人他在某一个时刻 接纳了我 看见了我 并且给予了我 我想要的那点情绪 哪怕那点情绪 比起后续的伤害 是非常渺小的 但是对于他来说 那都是在玻璃茶子里面 扒了到了糖的味道 那我们反过来看 一个什么样的人 会哪怕是被打也打不走 就是骂也骂不走 活得跟个圣母一样的 那即便是这样 我也要拯救你 即便是这样 我也愿意跟你在一起 这种拯救对方 或者说去可怜对方的 这种心态 是从哪里来的 很简单 他在拯救对方的时候 他可以获得力量感和价值感 我是有价值的 以往在我的人生经历 和体验中 我是没有价值的 我是可能一直 被我妈妈 被我周边的人 都不认同 被牺牲掉的那一个 但是我现在 在这个男人面前 我可以尝试着去拯救他 那在这一刻 我可以获得力量感和价值感 所以当他在面临 这个男性和这个男性家庭 对他的亲见的时候 他本能地会想去改变 这个扭转这个局面 想要证明 其实有的时候我可以 他在面对这个男人的时候 就是我们觉得很人渣的 这个男人的时候 他发现原来我也很美 我也有很多让别人很心疼 去关注的地方 即便以前他的那个前任男友 对他非常的好 但是他的那种感觉 依旧不是平等的爱和尊重 而是一种仰视 很多时候一个人选择走哪条路 往往不是我们意识层面告诉我们的 而是潜意识层面告诉我们的 他在潜意识层面里的缺口越大 他在现实层面里就会飞蛾扑火 张女士 你真的不懂得什么是爱 我们来怎么判断交往的对象是对的呢 就是你去评判 能够在这段关系当中 我们能够共同去获益 去共同成长的 这才是对的人 明显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段关系 非常错的一个人 然而你却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那你是真的爱这个男人吗 我们来看看 当这个男人出事以后 被抓进去了 在你的空窗期 你又会去重新找回第一任 去度过你自己特别恐惧 害怕的孤独岁月 这是真爱吗 你只是需要 你只是心里面空虚 需要一个陪伴罢了 那不叫爱 你认为你是心动了 在意它 然而我看到的是什么 是你不断地在降低你的原则 卑微到了尘埃里面 去讨好这段关系 最终你是伤痕累累的 好我们来看这个男人 家暴 偷窃 不求上进 没有能力 这些东西真的 我说实话 在我们选择对象的时候 是一票否决志的 而你依然不肯放手 妈妈 她在用正确的方式去保护你 然而你的反应 让我们错愕的是 埋怨妈妈 她不应该这么下狠手 你心疼那个犯了恶的那个男人 你为了他给你的一点点好 你可以忘掉他所有的狠 所有的恶 你心甘情愿的一次一次 被那个男人所控制也好 或者说吸引也好 我不知道他对你有没有实施PUA 我们说称之为叫精神控制 同时这个男人可能给你提供了一些情绪价值 比如说你特别贪恋的那些 他对你的好 他为你做的一些小小的改变 他为你做出的一些小小的努力和付出等等 你会觉得哇那是特别的甜 你甚至错误的认为 他们家包括他提出的要你先怀孕 再结婚 你也是可以接受并且有道理的 我告诉你孩子是可以为感情加分 但他绝对不能成为一段感情的主宰 这个男朋友那么糟糕 你依然不离不弃 不管不顾的要和他在一起 甚至把你们因为客观的原因 甚至对方都要抛弃你的原因 你全部怪罪于是妈妈身上 这是错误的 真的小张 你的自我价值感太低了 我知道这个男朋友还是他跟我们两是不合适的 我妈妈越反对我就越想跟他在一起 因为我妈妈永远都不认可我 张女士明明知道这个男友不适合自己 但偏偏就是要跟母亲对着干 她的理由依然还是那句话 母亲对我不认可 那么为什么张女士会如此在意母亲的认可呢 这里面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在明天的节目中 张女士告诉大家 母亲不仅不认可她谈的这个男朋友 而且母亲对她这个亲生女儿本身 也从来都不认可 因为从小到大不管我为家里面住处多少 她都不认可我 我就没有觉得我是这个家里面的一份子 只要我们两个人一吵架 她就觉得我不笑 她就觉得我自私 我为什么这么激动 就是因为刚才在路上的时候 她都说了 要当时电视台的面给我写个东西 然后以后跟我没有关系了 张女士伤心地控诉母亲 要跟她断绝母女关系 然而母亲李女士也有一肚子的心酸和委屈 我把她们扶她是不犹豫的 她天天恨我 她永远都认为她特别苦 她永远都要我去体谅她 可是她从来没有体谅过我 那么这对母女到底遭遇了什么苦难 据张女士说 母亲是残障人士 家里兄弟姐妹四个 她是老大 从小她就要承担所有的家务 很多事情都要做 不仅如此 她还被迫让出了上学的机会 她天天在家里面说我 你不要读书了 自己就不得了 自己请弟弟的 然而这个为大家庭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大女儿 不但没有获得家人的感激 反而被家人孤立 张女士辛辛苦苦 带大的弟弟妹妹 为什么会跟她反目成仇 大弟弟在电话连线中 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张女士到底惹了什么麻烦 会让全家人抹杀她所有的付出 这跟她谈的男友有什么关联 面对全家人的否定 她又为什么单单揪住母亲一个人不放 为什么我回去住了20天 你要跟我旁敲侧击地说这样子的话 我想问一下你说这个话 在物理理事是什么意思 她这个人不讲良心说话 天天齐自己 你一定要我打的 成了我骂 人是心烦心 要说好话 天天脑子指着我这不是那不是 你怎么不说你不是呢 我真是受不了了 我真是太失败了 那么最终这一家人的恩怨情仇 能否化解 女儿和男友的关系 能否得到母亲的认可 欢迎收看明天的金牌条节 难比登天的认可 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